10月13日,趁着一元宜善的日子,此季巴珠巴霞连落处再次举办零负担市集,让二手物品得到第二次生命,也汇集众人的爱心,为苦难人送难。 傍晚午时至晚上七时,大街外,摆设了14个摊位,收卖各式美味蔬食及物品,吸引许多民众来到市集。 用汽车后备箱摆摊,甚是胜利省麻烦的方式,带出环保新概念。 今天有莫到很多的爱心,很多的善心,给大家来响应这个素食。 知道这一年下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,如果可以的话都要花一个一念善,一念心, 去可以去接引更多的爱心,一起来行善,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目标。 现场一概不用现金交易,也不设物品雕价,民众随心,随缘,一切款项都会化为爱心捐做慈善。 零负担市集的主要是说,今天因为我们103嘛,我们就募大家一个善心哦, 去随喜捐款,推动数时做环保,而做慈善。 希望更加多的大德和志工起来参与,大家一起爱护地球,行善。 是觉得那个是多吃蔬菜是蛮好,有益身体什么,就值得推广这样子, 素食主义这样子,然后就有他们有朋友,有卖菜的,就联络一下, 就讲我们有做这个衣麦。 名字我们就放开心菜园哦,因为零负担市集嘛,就希望大家是开心的, 这样子,所以就觉得很有意义,然后就拉着小朋友,就可以推, 就也可以培养他们的这个精神这样子。 志工们精心框调了各式健康料理,还有亲子同乐一同百卖做好事。 我今天呢是在Facebook上看到这个消息的,所以我想过来参与一下。 我在中国没有见到过,这边很新鲜,我也感觉大家很热情。 因为我们可以让那些,那些困难的人,有困难的人,可以帮到他们,可以自己卖东西。 卖东西啊,就能卖很多东西吗? 嗯,对。 零负担市集,发挥爱心,响应环保,鼓励大家断舍离,舍掉不需要的物品, 也让新店的更舒畅,养生心灵都领负担。 大爱新闻女秀卷范林盛许中志郑敬平马来西亚财榜报导。 一轮一散,五色素食,五金汤汤,耶! 多一份善恋,多一份平安,一人一善,远低灾难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